看到蒸汽火車行駛相當難得 還是兩部蒸汽火車頭同時合體 今天DT668國王號攜手CT273女王號 首度雙連在東部鐵道奔馳 鳴笛聲伴隨黑煙直竄天際 看到蒸汽火車緩緩前進 已經夠驚喜 仔細看竟然還是雙車頭 聽到傾嗆嗆嗆的聲音 鐵道迷趕緊拿出手機 捕捉下難得一件 兩部蒸汽火車頭合體的畫面 在台鐵電計畫之後第一次出現 未來花英勇的新車入港 所以有這個機會 讓這個國王跟女王號 同時在我們花蓮紀錄段裡面 為了迎接新購買的電連車 台鐵特地將DT668國王號 從彰化調來花蓮 和CT273女王號連接起來 編號8782車次 對外預告蒸汽國王和女王一同出征 下午10點12分從花蓮站出發前往光復站 沿途吸引大批鐵刀迷守候 見證令人熱血澎湃的一刻 蒸汽火車它已經是國寶級的歷史文物 當然機械的東西不動 它也很容易壞 但是動得太多 我們在零件上的取得也有困難 像這個螺絲有沒有雙動 看有沒有加油 蒸汽火車保養不容易 而且啟動前的準備就要耗費三個小時 火車頭雙連的景象更是偶遇 雖然再次目睹的機會渺茫 但這珍貴的畫面已經在民眾心裡 犯起陣陣涟漪